今天我们大家把佛当作神来看待 错了 佛不是神 佛是人 在称呼上清清楚楚 我们称释迦牟尼佛本师 根本的老师 我们自称弟子 我们跟释迦牟尼佛什么关系 私生关系 宗教里头没有私生关系 他不是宗教 我们这个后来的学生不孝 把他变成宗教 对不起他 这就是罪过 宗民本今为佛多次宣述 这是从现在留下来这个翻译的经典 来推断 肯定了 佛不止一次讲这个经 宋写着读 读读 学习的人读 翻本呢 传写着读 翻本又有读种 沉默 读读 读读 又不同 翻家写本 又容易脱落 故今 读读本 甚有差异 这个里头 有一句 我们要特别留意 松喜 现在这个时代 佛教 摔了 摔到什么程度呢 佛教变成宗教了 我们后世的佛弟子 无论在家出家 有罪业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三十岁开悟就教学 教了一辈子 一直到老死 没有一天空过 他教学 教学的时候没有文字 没有书本 这些经典 是佛灭度之后 弟子们 大家公推 阿南尊者 把佛在世 讲的这个经 重复讲一遍 阿南的记忆力好 又听得最完整 释迦牟尼佛侍着 一天没离开 照顾佛陀 请他佛讲 无报同学 坐镇 听阿南讲 讲的大家都点头 确实佛是这么说的 记录下来 有一个人提出意义 好像不是这样的 那这句话就不要 取信于后代 所以今天是什么 是释迦牟尼佛当年 对大众的教训 听了佛的教诲 要一教奉行 一教奉行是习 学而实习之 我们才得到 真正的利益了 所以经不是给我们念的 念是一个手段 把它记住 重要是在习 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 生活行为 变成我们自己的 间接思想 这个重要啊 今天我们大家 把佛当作神来看待 错了 佛不是神 佛是人 在称呼上 清清楚楚 我们称释迦牟尼佛 本师 根本的老师 我们自称弟子 我们跟释迦牟尼佛 什么关系 私生关系 宗教里头 没有私生关系 他不是宗教 我们这个 后来的学生不孝 把它变成宗教 对不起他 这就是罪过 佛教在中国变成宗教的历史 很短 李老师 曾经告诉我 不会超过三百年 历史上记载的 乾隆 加进的时候 还没变 啊 佛教所有的这个道场 四月安堂 都将学啊 都上阔啊 所以四月安堂是学校啊 那他跟寺庙不相干啊 所以佛家称寺 寺不是庙啊 庙里面是宗教的 那是供神的 佛不叫庙 佛叫寺啊 寺是什么呢 寺是政府办事的机关呢 直接归皇上管的 这个机构叫寺 你们现在如果有机会 到北京 到故宫去看看 你看故宫里面很多 办事机构 挂的这个牌子 都是用寺 啊 所以佛教成寺 直接归皇上管的 佛头教育 啊 所以从汉朝之 汉明帝之后 中国是两个教育体系 啊 一个是儒家的教育 宰相管 啊 这个机构叫礼部 啊 礼部是教育 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 那寺呢 是佛教教育 那那个时候 最第一个寺是白马寺 啊 纪念白马 白马 托佛像 托经书有功啊 这中国人的厚道啊 你出身都不忘记他了 他有功于佛了 就用他的名字 叫白马寺 啊 这个是佛陀教育 啊 佛陀教育 归皇上官 不归宰相官 啊 你看这个体系 一直到清朝 出年 啊 康熙 永振 前楼 啊 到嘉庆 啊 啊 他们对于如是道 多下真功夫啊 啊 宫廷里面 讲经的这些教材 都在四库里头 啊 我看四库啊 常常把这个东西翻来 看看当时啊 宫廷里面是怎么讲的 啊 都在呀 讲义都在呀 对佛教特别尊重 所以佛教的讲义不在四库 在大藏经 特别编一步 大藏经 道教的在四库 啊 如根道都在四库 啊 只有佛教是例外 这对佛教特别尊重 啊 我们今天有使命 啊 真正做佛的弟子 要把佛教恢复到教育 啊 所以我们称佛陀教育 啊 称佛教 大家会误会 佛教是宗教 加两个字 这不对 佛陀教育 真干 我们天天在一起学习 这个不是迷信 现在变成 学习的人太少了 拿着佛教名义 去做生意的人太多了 这个我们也不必再说了 不要再提了 自己认真努力去做就好 一定要找智同道合 做出牺牲奉献 做如来的真实弟子 做如来的传法人 这个使命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阿 阿 你 佛